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是一條開箱片 非常之興奮,而且很期待 通常我自己在網上買東西,如果是很普通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我都不會特意拍片去開箱 但有時候一些比較特別或話題性的東西 我都會特意留起拍片去開箱 今天這個就是Beauty Bay買的眼影產品 這次我買了兩盒眼影,都是很多很多顏色的 超大盒 我買了兩盒這麼大的眼影 因為裡面一盒是有42個顏色的 是不是很厲害?很想立刻打開來看 我自己也是 然後買了兩盒眼影,就送了一隻化妝掃 應該如無意外是這一套 就有12支 最後還有兩件東西 一個應該是遮瑕膏 一個是HIGHLIGHTING 是顏織盤 因為我媽媽吃完飯回來 現在剩下可憐的蟲蟲 沒有了一隻狗 給大家看看 它的包裝是一個幻彩霓虹色的花紋 這裡是封死了 開了之後就有一個擠袋 打開了裡面之後 整件很幻彩 來到眼影的本人 就是一個很型格的黑金組合 是那種打磨得比較滑的紙皮 然後打開,我先看了 好漂亮 它全部都壓了B字上去 它也不差 它不是那種很貴的眼影的感覺 有一點點硬的 但是呢 有刮刮的飛粉 但是不嚴重的 你看到那些粉是沒有抖出來的 然後我現在拿了兩個的顏色 然後找一個 帶有少許Metellic的顏色 然後再找一個閃粉的顏色 我掃了一下而已 我沒有來回掃啊 好出色 而且你看到閃粉的顏色 光澤感很強 然後Metellic的顏色 也很漂亮 哇 還有牙色那些 都很出色 很顯色 完全是超值 我沒有說價錢的 它一盒是先24美金 另外我買了那一盒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幻彩包裝 名叫Origin 又是很漂亮 一樣都是黑色很滑的感覺 然後這次就不是金色了 就是一個粉紅色 沒有得比較啊 兩個 兩個都很漂亮 大家看看 這一盒是比較紫紅 桃紅 偏紅暖色系的眼影 不同人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去選擇不同的眼影 如果你本身比較喜歡溫柔系的眼妝 就選擇這一盒 如果你說型格少少 多一點變化 多一點不同的顏色 配搭 就可以選擇這一盒 你會看到它分開了很多不同的項目 有打底色 一個用來做漸層的顏色 一個主色 一個是眼線顏色 或者是眼摺顏色 這一行它叫pop 就是塗在眼蓋中間 或者下眼線 要凸出的位置 然後最後這一層就是highlighter 可以做少許眉骨 眼頭的打亮 所以這盒眼影 真的走天界 在Beauty Bay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個賣 我買的時候 買兩盤眼影 送12支化妝掃 裡面是附送了一個 袋裝化妝掃 但這個袋不差 我以為是掀開的袋 但不是 它是一個筆袋型的 sip袋 是尼龍質地的 你會看到這個袋裡的印花 都是很可愛的風格 然後那些掃柄上面 都印有這些印花的 很漂亮 它們是天維毛 就不會送動物毛 是很有彈性的掃 然後大掃的方面 說真的 沒有我在淘寶買的質素那麼好 都是一些偏有彈性和偏硬的掃 但上到臉 都不會說刺 就算這樣插下去 都不會覺得很刺 照眼去看 它已經有碎粉掃 燕脂掃 斜角掃 然後有線型的highlight掃 然後有一個鼻影掃 然後這一堆全部都是眼線 或者是眼影掃 所以你只要買這兩盒的眼影 如果它送完這個化妝掃的話 這一輩子都夠用的 我真的覺得 好了 我最後還有兩件事跟大家分享 這支是Makeup Revolution 的concealer 我是大約幾元美金 就買到的了 容量非常大 很大的 所以就試試好不好用 而另外這一盒 也是Makeup Revolution 很漂亮 你們看到它的雲石紋嗎 超級漂亮 那我試色給大家看 那些雲石紋 一適合了 就沒有了 我還沒拍照啊 但其他的碰完之後 還有一點雲石紋 是白色的 就掉得七七八八了 先試一下手 你會看到這個銀白色 就是最白的顏色 就很出色的 然後這個香檳金 也很漂亮的 你blend開了它 它的光澤感也很漂亮 然後旁邊這個顏色 就是少少粉紅色 然後又有highlight的效果 就應該是用來做胭脂的 最後這個bronzer的顏色 因為跟我的膚色實在太接近了 就沒有什麼效果 那除了銀白色 你會覺得它的粉質 是有一點點顯眼之外呢 其他那些顏色 其實都很細緻的 它是那種珠光金粉的感覺 就不是一粒粒的閃粉在上面 說真的 摸下去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點硬 還有是有質感的 不是那些有cream狀 很滑 然後摸下去有鐵水波的感覺 就不是的 不過它這個質素 絕對對著它的價錢 是大約10元 還是十幾元美金 所以100元前後 可以買到這個palette 我覺得都很超值的 好啦 那我今天就分享了 這個小小的Beauty Bay開箱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每個星期六的眼周三點鐘 以及星期日的眼周十二點鐘 好啦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Bye Bye